好 接下来听闻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注意了 在7月底的时候呢 全台有9处收费站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增设第二条的ETC通道 但是呢这第二条通道呢 限速已经降低为50公里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呢用轮开到这里的时候 担心被取缔紧急刹车相当危险 你以为全台国道ETC车道的速限统一都是70公里吗 有民众行进原地收费站 一靠近才发现ETC的限速怎么变成了50公里呢 紧急刹车之后还好没有被测速罚钱 但要是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的意外 像这部连接车发现前方车辆 为了速限紧急刹车 结果发生追撞 问题就在7月底 全台9个收费站假日增设ETC车道之后 平常日正常的ETC车道限速70 回速票的车道限速50没有问题 但到了假日 正常的ETC车道限速70 但增设的ETC车道速限却是50 气的民众就做海报 大骂这样子的限速规定成了陷阱 不知道啊 到那里来说 大东啊 后边的车转来 我们的第二个ETC车道是备原车道 会透宽 所以它的目前的限速是50 原来正常的ETC车道最宽有3.7公尺 但假日增设的ETC宽度等同一般车道的3.2公尺 但速限分为了70和50公里 对右路人来说 开车远远看去 很难发现不同的速限标志 才会引发混淆 中文新闻 陈梦辉 彰化报道